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妙法百千万千难遭遇 或今千万多数字缘 皆如来真实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化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好 下面《《量力宝则论》当中 现在讲不并存相位 不并存相位的时候 昨天关于对经方面的辩论 和关于本体方面的辩论 有两个方面 其中关于本体方面的辩论 对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比如说 火的微尘和水的微尘 这两者是并存还是不并存 如果说这两个 戒主并存的话 那么不是不并存相位 如果是并存的话 语也不并存相位了 那么下面我们对他回答的时候 破他中的答复和所知中的答复 有两种 首先是对方对前面的辩论者 进行回答 但是这种回答不太实际 不太合理 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 这里就是说 根据以上的观点 到底不并存相位的两个事物 除了形式以外的两个事物 两个事物接触的时候 到底是相位的时候 他们接触还是不接触 关于这个问题上面 数论外道的论师们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他们认为 比如说火的微尘和水的微尘 这两个结合出来的时候 如果火的微尘比较大 那么水的微尘 逐渐逐渐隐没在火的微尘当中 就像我们白天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虽然天空当中 星星应该存在的 但是这个星星不见 已经隐没在天空当中 所以认为水的微尘应该是存在的 现在也是存在的 但是不明显而已 数论外道的观点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宗派 比如说非陀派 非陀派的论师们认为 如果火尘与水尘 这两个接触的时候 如果火的微尘比较大一点 然后水的微尘小的话 那么水的微尘 逐渐逐渐转移到火的微尘上 实际上这个微尘的本体 应该是存在的 这是我们讲智慧品的时候 也是有些外道承认为 比如说力量大的微尘 吸收力量小的微尘 就像我们一碗汤水里面 加一点点盐 那么这个盐 实际上这个碗里面应该是有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尝不到呢 就是这种烟微小的微尘 到汤微尘中去 或者刚才汤微小的微尘 涌入到烟微尘汤中去 这样认为 他是转移 然后有始终 右部众和进部众的论师们认为 水的微尘和火的微尘 当时这两个微尘 应该说是隔阂而存在的 因为微尘中间有一定的距离 他们可以说是不接触 不接触的这种方式 应该是存在的 但这种存在实际上 比如说火的微尘跟水的微尘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火的微尘 力量比较强大 那个时候也阻挡了 水的微尘的产生 所以它不让 已经占据了它的位置 应该说是让水的微尘 逐渐逐渐都不能变成真正的形成 也可以 它不能变成一些畜大的微尘 它是起这样一个作用 这两者应该是存在 对方这样认为的 所以我们上面的观点 解释的过程当中 有这么三派外道的两种观点 我们佛教的一种观点 来进行解释这个问题 但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 萨迦叛指导都说是 此等常派皆错妙 上面所承认的这些常派 都是错误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前面外道的这两个派 实际上他们也承认为 微尘是常有的 然后我们佛教的 右部宗和经部宗 虽然他们并没有说 是真实的这种常法 但实际上他们也是承认 最后要进行观察的时候 就是微尘的本体不可毁灭 为了组成粗大的事物 所以最微小的无法微尘 不能摧毁 这样认为的 因此首先萨迦叛指导都认为 你们上面所承认的这些 都应该是错误的 怎么会是错误呢 下面进行谈说 舍若并存实相违 若转则为虚常有 那么错误的原因是这样的 如果前面的数轮外道 还有非陀派他们这样承认 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尤其是数轮外道 所承认的观点是不合理的 因为数轮外道说 微尘应该是存在的 只不过不明显而已 实际上跟获得微尘 香味的这两个事物同时存在 如果同时存在 那么并不是不并存香味 应该是已经并存了 并存的话 那就不是香味了 我们所谓的香味 我们下面还可以讲的 因为香味的界限 实际上是两个物体 并存在一起的时候 一个物体的发展 一个物体的生存 不能正常地下去 这就是香味的一种力量 如果实际上是 没有这样的作用 那这两个物体 昨天我们所讲的一样 只不过是他体而已 实际上并不是 不并存香味的 因此如果你们说 获得微尘的同时 水的微尘也是 隐末的方式来存在 不明显的方式来存在 那存在是真实存在 还是假的存在 如果是真实存在 那么不管是明显 还是不明显 实际上是 他们两个存在在一起 就像一个小偷 藏在他的屋子里面 虽然他没有出来 但是一直跟他住在一起 所以他们两个 肯定没有矛盾 因为他外面没有出来 所以说他们之间 就是不并存香味 并没有并存 不能这样说的 藏在你屋里 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说 苏能外道的观点 是非常不合理的 同时如果按照 小乘所说的那样 虽然微尘以无接触的方式而存在 这种说法 也实际上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物质 如果不管是接触 没有接触 他们两个并存 那就是不合理的 本来关于未生接触的问题 以前我们讲俱学论的时候 也是进步众和幼不众 可能观点都是与与不同的 他们之间有些时候认为是接触 真实互相接触 而并不众 认为所谓的 比如说我们石头上放石头 虽然没有真正的接触 但是为什么好像失为接触呢 原因就是 这是事物的发心力 不可能石头与石头融入一体 我们劝头与劝头 不可能融入一体的原因 就是事物的发心能力 实际上中间还有隔阂 也有这种说法 他们之间 稍微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但不管怎么样 如果火的未尘和水的未尘 互相围绕的方式也好 或者互相未接触的方式 排斥另一个物质的存在 实际上这两个 都是有并存的关系 所以你们前面所说的 如果这两个事物是真实 并不是一刹那间当中 而是它的三个刹那以上 相续的这两个存在 那么不并存相未的概念 完全都失去了 不合理了 如果非陀派所承认那样 原来的火的未尘和水的未尘 是哪一个未尘的力量大的话 另一个未尘已经 转移到这个上面那这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的呢 因为你们承认所谓的未尘是常有的 如果说是常有 那么怎么会有转移的过程呢 如果说是转移 原来它没有跟火转为一体的阶段 现在转为一体的阶段 这两个阶段不可能是一体的 如果是一体 那有很大的过失 原来没有接住火的时候的未尘 应该接住火 接住火的时候的未尘 不应该接住火的本体 因为它是常有的缘故 这样一来 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 所谓的 常有的未尘 转移的这种说法也是非常不合理的 这样一来 你们的观点实在不合理 这里对方的回答 进行折破 那么我们自从这样承认 自从的观点是这样的 是故未尘 生未尘 令无理故不相违 那么我们自己不并存相违 其实不并存相违 应该说像火和水这样的未尘 互相有能害 所害的不并存相违 还有光明和黑暗那样 这种不并存相违 叫做互相成为无有能力 使它不能产生的 不并存相违 在有些的讲义当中 包括荣顿班智达的讲义当中 也有这样的说法 火的未尘和水的未尘的相违方法 黑暗产生的相续 已经斩断了 这叫做光明遣除黑暗 或者晚上太阳落山以后 黑暗出现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光明和黑暗 不像火尘和水尘一样 互相有能害 所害 或者互相以接触的方式 这种说法是按照英明的 有些论典当中来讲 应该说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现在这里 主要讲火和水 这两个未尘作为比喻来 进行说明 那么这个说的时候 我们自宗的观点是这样的 如果是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承认 热乘和嫩乘 这两者应该说是 浅浅的刹那当中 产生厚厚的刹那 比如说 火的未尘 它是前面的未尘当中 不断地产生火的未尘 水的未尘的话 它不断地产生水的未尘 每一个法 它是依靠自己前面的进取因 而产生后面的果 任何一个法都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我们 火和水放在一起的时候 看哪一个 位数比较多 力量比较强 力量比较强 位数比较多的未尘 和另一个位数不多的 还有力量比较弱的 这位尘第一刹那的时候 它们都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自宗应该可以这样说 第一刹那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差别 第二刹那的时候 刚才力量比较弱的未尘 让它产生一种 无有能力的了 那么这一点 实际上是不相畏的 意思是 并不是说 这种观点不相畏 并不是说 刚才火的未尘和水的未尘 这两个不是不相畏 不是这个意思 这种说法的观点 一点都是不相畏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刹那的时候 虽然接触 但是接触的话 哪一个力量强 它把另一个力量弱的 逐渐逐渐让它 产生无有能力的状态了 那么是不是它们之间 有并存的过失 昨天不是说了嘛 不管是一刹那也好 二刹那也好 凡是如果它们两个 一刹那间当中 共同存在 是不是它们之间 有并存的过失呢 没有并存的过失 如果这两个未尘的力量相等 我也说相等的话 那么他们两个都 第二刹那的时候 都自杀了 都自己就死了 所以开玩笑 说自杀 那天他们说 有两个人 因为感情的原因 一个人说自杀了 一个人自杀了以后 另外很多人说 你看这个人是为了你自杀了 你就怎么办 他说 没事 没事 先把我们他的后事 慢慢做好 做好完了以后 我再给你们回答 然后他把他的后事 全部完了以后 他自己也自杀了 这是他的回答 所以这两个未尘 如果是力量相等的话 那么两个同时就自杀了 同时就没有了 所以不并存香味的两个食物 同时存在的过失 这样一来 我们在这里一定要了解 食物与食物之间 到底所谓的香味是什么样 在这里我们有些可能认为 这个香味应该是存在 你看两个食物 同时存在的时候 另一个东西就变成无有能力了 然后逐渐逐渐 已经变成摧毁了 那摧毁的话 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香味 但是这个香味 也就是说 整个这个过程 我们用前语的分别念来 这样安理 叫做香味 实际上在本体上 没有什么香味的这种真实的东西存在 就像我们那天所讲的那样 无则不生是有的 那么现在他们 依靠一个食物来摧毁另一个物体 这也是一种无则不生 但是这个无则不生 和前面的无则不生 有点不相同的 因为前面依靠 青口的种子 而产生青口的妙药 那么现在依靠火的威尘 把水的威尘 第二刹那间以后 它就不能再继续连续下去了 如果你的火的威尘 没有解足的话 它可以还继续活下去 正因为没有运气 碰到了火 后来它就不得不自杀了 慢慢就已经灭了 所以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人们称它为香味 但是香味跟香树 我们通过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还是有一个差别 如果是香树的话 比如说 彼生香树 实际上它的进取因 可以产生自己的 进取同类的果 必须不断地产生 这叫做彼生香树 而香味的话 它的同类的果 再也不能下去了 因为依靠另一个物品 另一个食物 将它的同类的果 不断咽下去的虔诚 已经遮住了 所以这叫做香味 香味和香树之间 也应该有这样的差别 所以它这里就是说 自宗的香味 自宗的大福是这样的 这样一说 昨天对方给我们发出的两个过失都没有 你们自己下来过后 还是应该好好地观察 就是希望大家在辅导的过程当中 下来过后应该去思维 思维以后 自己的这种疑惑 在有智慧的人面前 进行讨论 因为因明跟我们的实修 有点不相同的 该实修的时候 大家把所有的分别念 所有的这些邪知邪见 全部放下来 一心 全身关注地 开始安住你的境界当中 应该是这样的 学医名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要太老实了 一直什么都不说话 那个时候好像 信心都越来越增上一样 一直闭着眼睛祈祷 那种做法是完全不合理的 有些人是这样的 真的该实修的时候 聪明都不得了 这个要观察 这个要观察 那个时候不要争夺 很多很多的分别念 你就什么都不说了 诸佛菩萨和上师们 怎么讲 按照这样的仪轨 或者他的传统 去修持就可以了 就不用增加许多的 这些恶念 分别念 而学医名的时候 应该自己 所有的这些分别邪念 拿出来 让智者们做判断 看 如果你站在外道的角度也好 站在另一个角度 你的邪子 邪见全部拿出来 有些道友实在是 没办法回答的话 到这个 找一些上师 这个上师如果不能答复 找那个上师 这样以后 看看你相续当中的邪见 到底是真是一个邪见呢 你觉得这是真实对的 这样以后 逐渐自己的分别念 全部会突变瓦解的 否则我们好像有些道友 真是平时分别念也是特别多 说的也多 想的也多 哎 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现在真的要该观察 真的要讨论的时候 非常地老实 就拿着念头 所以我们想 外面的人不知道是小什么 我是专门学这些 变闻思隐名 变实修的人 下面就是说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灭除所害的 世间方面也是分三个 刚才不是讲 火的微塵和水的微塵 就是他们两个是香味的 香味的话 所害的 力量薄弱的法 会灭掉的 那灭掉的世间 大概是 一刹那间当中 二刹那三刹那 这个世间方面有破他人的观点 和见力自众的观点 对这个问题进行争论 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破他宗的观点 他宗的观点有两种 有为三成十刹那 有所长久相供存 这是有两种观点 我们不是刚才讲了吗 水的微塵和火的微塵也好 或者说 相续当中的 无明和无恶的智慧 这些香味的食物 什么时候产生他的吻品 然后他的所害 所害的食物灭尽 在这个问题上面 有些论师认为 三成十刹那 三成十刹那 认为对治法和所断法 所断法和对治法 实际上是经过三个成十刹那以后 才可以完成的 成十刹那 大家都知道 从这个食物的刚开始 一直到结束之间 是一个成十刹那 这样以后 只有三个大成十刹那当中 才可以灭尽他的微品 有些论师这样认为的 还有有些论师认为 他的微品长久共存 就像我们现在凡夫的时候 或者说是从一地菩萨道 最后乃至金刚玉顶之间 从一地菩萨道金刚玉顶之间 佛的金刚玉顶产生 那么这个之间的微品的所断存在的 然后对治的智慧存在的 这两个并存存在的 所以过后 比如说到了第一地菩萨道最后佛的智慧 相续当中产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的微品所断的无名习气才灭掉 中间应该说有两个阿生气劫 从一地到佛地之间 应该有两个阿生气劫 两个阿生气劫之间 他认为微品和所断 这两个可以共存 他们是怎么认为的呢 我们以前学过英明的时候 当时一些 比如说《入中论》的《三界秘书》等等 有些论见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吧 第一地菩萨的时候 无恶的智慧已经有了 但是一直到佛地之间 他的无名习气也实际上是存在的 所以认为无恶的智慧 跟微品的障碍 这两个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应该平存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这种说法 只不过是我们从中类 从中体的方面来讲 一地菩萨的无恶的智慧 也实际上是一种智慧 然后二地到十地之间 所有每一地微品的障碍也是一种障碍 从这个角度来讲 好像是两个微品的东西 是不是真的 光明和黑暗一样并存 有这么样的想法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下面就是波持 长期共处不并存 此意相为是稀有 下面作者 以非常讽刺的口吻说 这两种观点 无论如何怎么样 也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既然他们两个是微品的 一个是锁短 一个是能短 那么这两个能短 锁短 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如果合在一起 那这是非常稀有的 以前自古以来在历史上 任何一个高僧大德和智者 都没有开窗的 非常可贵的稀有的一种学说了 他以非常不满的语气来说别人 因为佛经当中也是说了 智慧与烦恒恒是不并存 佛经当中 智慧与烦恒是不并存 有这么样的教证 真正的智慧与烦恒无明永远 恒是不会有并存的时候 所以这两个并存的显微 同时这样的存在是不合理的 那怎么不合理呢 刚才从一地菩萨的智慧到十地之前 无我的智慧是存在的 为什么说这之间的障碍还是存在呢 这是我们可以这样说 虽然从整个 中列的角度来讲 确实是一种无我的智慧 但是每一个地 就像弥勒菩萨所说的那样 十地有分十种障碍 然后十种障碍都有不同的对质智慧 第一地菩萨的智慧产生的时候 他与第一地菩萨的所断 障碍全部遣除 到了第二地菩萨的时候 虽然第一地菩萨的智慧已经产生过 但是第二地的所断 根本没有断止 不断除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第二地菩萨的智慧 实际上就是第二地障碍的对治法 尘碍的对治法 因此我们从重的概念来讲 第一地菩萨的时候 整个就像远方的地方 见到大海一样 众的法界的本来面目 应该是见到的 但是真是跟一地菩萨 和阿地菩萨的智慧来比较 那不管是弥勒菩萨 龙摩菩萨的教证来可以说 他的智慧 越来越有明显的被迫 好像越来越 靠近大海的时候 大海中间的这种遮掌 乌云 外面这种细微的东西 一步一步地召见 这一步一步的召见需要有一种障碍 这种障碍 你依靠邮精 一层一层地会断除了 所以说 你们从笼童的角度来讲 噢 我的智慧跟烦恼是香味的 这样以后不并存的香味 同时存在 有这么想法 但实际上 详细观察的时候 这种观点 实在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应该自从 一定要了解得到 凡是不并存香味的 这些两个事物 不可能长期存在 这是应该这样来理解 下面灭除所短的时间 自从是怎么样说的呢 下面这样 自从是 大家应该知道 不并存香味 从分类方面来讲 应该说 精香味和实香味 外精的香味 不并存香味和 意识的不并存香味 有两种 然后我们违平的食物灭尽的时间 也是不相同的 如果是外精不并存香味的 所害 也可以说 它的力量 微弱的食物要最后灭尽 那么经过三刹那 之后可以灭尽 而形式的香味 不需要三刹那 什么时候你的相续当中 产生了定解 在那个时候可以断掉 它违平的增益 这是我们以前学过中观的时候 也给大家稍微提过这个问题 那么这里 首先是戒咒 它是有两个事物 比如说火的未成和水的未成 就是我们音名当中 经常叫做冷出成和热出成 经常用这种 专用名词来说明的 水的未成和火的未成 其实未成只不过是我们称呼而已 实际上就是 水和火的意思 水和火 本来不并存香味 这两个不并存香味 当你接触在一切的时候 首先可以同聚 同时集聚 这一点跟衣食的香味 是完全不相同的 第一个火和水 第一刹那的时候 应该说 他们同时接触 这一点第一刹那的时候 因为火前面 它自己的未成 产生第一刹那 水也是它前面自己的未成当中 产生第一刹那 所以第一刹那的时候 火和水两个都可以接触 这个接触是可以承认的 接触以后到了第二刹那的时候 比如说 火的未成的力量比较强大 然后未成的数目比较多的话 到了第二刹那的时候 原来的火的未成 它具有一定的能力 它不断地在产生当中 而水的未成 如果它的力量比较薄弱的话 到了第二刹那的时候 它已经成了奄奄一息的了 我们从世间的花 水的未成就开始没有能力了 然后到了第三刹那的时候 火的未成 因为它为数比较多 力量比较强的 不断地在产生 也就是说 第三刹那的火的未成 火的这种相续 不断地产生 而水的未成 到了第三刹那的时候 它已经没有了 所谓的没有就叫做灭尽 所以第三刹那的时候 水的未成根本是没有 可以这样说 根本没有 这叫做我们自动的观点 到了第三刹那的时候 所短 所短指的是 所害的未成 力量薄弱的未成会灭掉 当然我们讲 罗特王武的讲义里面说 为数多的未成 和为数少的未成 这样说的 而法王如意宝 以前讲《两历宝藏论》的时候说 所谓的未成多不多 不一定关键 应该说 力量强不强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 赞叹蛇行火 比一般的火的七倍 它的温度非常高 然后我们从地狱的火 也是它温度特别高 所以比如说 地狱的火的未成 很小很小 虽然它未成都是很少 很小的 但是它完全能摧毁 它附近再大的 再多的水的未成 全部都会摧毁的 所以应该说 它的力量强弱方面 对方进行损害 这样说可能比较合理一点 否则我们世间的水和火两个 未成多不多 也可以这样说 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当时上师老人家讲的时候 也是这样讲过 所以我们在这里 如果是外界上面 未成的时间 应该大家知道 第一刹那接触 第二刹那 未成多的或者枪的力量 对方变成无力 第三刹那的时候 火的未成不断地在产生 而水的未成 再也没有产生了 所以这叫做能生所生 为什么叫能生所生呢 依靠获得强烈的未成 最后原来水的未成变成无力 这叫做产生 我刚才所讲的那样 就像我们前面的 银河果里面所讲的那样 有没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事物 让它产生呢 这个肯定是没有的 那为什么叫能生所生呢 这里也可以叫能生所生 因为所谓的能生所生 不一定是它的因 非要对国饶益的 一种因对国有饶益的能生所生 那么这就是我们相受 属于相受的概念而出现的能生所生 而我们火的未成 让水的未成变成隐没 变成不存在 那么这也是实际上 我们可以成为能生所生 为什么呢 依靠火的强的未成 能产生 水再不能延续下去的一种状态 这个人们用词来表示的时候 叫能生所生 所以能生所生会不会 我们前面说是 能生所生 因和果之间的这种概念 能饶益和所饶益 那么现在这里香味当中 能害和所害会不会有矛盾呢 应该说是没有矛盾的 没有矛盾的原因 我刚才也讲了 因为如果是真实因果 它的进取因和进取同类的果 不断地延续下去 这叫做依靠相熟 以能饶益和所饶益的一种关系 依靠不同的食物 将一个食物的相续 不能再继续发展下去 这个也人们称为能生所生 但是这个依靠香味来摧毁对方的未成 应该这样来理解 这是刚才 如果是外境当中的未成 应该这样来理解 然后生起决定临藏 也不服生食香味 那么这是意识的不平存香味 意识的不平存香味 跟前面有点不相同的 前面食物的不平存香味 通过三个刹那毁灭对方的 那么这里的不平存香味 也就是说 你的相续当中什么时候 生起了无恶的智慧 那个时候你原来无恶者的习气 本体全部都已经减断了 从此以后你的相续当中 有了无恶的智慧 再不可能产生了无恶者 这就是所谓的 意识上的不平存香味 因此比如说我们一个人 获得了第一的菩萨 第一的菩萨也就是说 加行到最后世间殊胜法的末位 在那个末位的时候 在一刹那间当中 你的心已经顿悟到 认识到一切诸法的本性 在那个时候以后 也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 在你的相续当中 不可能有原来的时候 我们凡夫那样的我的执著 这种执著 完全就从此以后跑回来 所以说这个是 在其他的道理当中也会讲的 应该在相续上安立的 比如说我的相续当中 我什么时候产生了 我的智慧的时候 从此以后 我的这种争议的担著 我不会产生的 这是应该在一个人 同类的一个相续上就继续安立的 而刚才事物上的相续 不同类的两个物体 互相排斥 互相矛盾的过程当中 可以安立的 所以这是意识的相维 当然有些闻思也认为 就是说是 意识的香味 也有一些刹那来衡量 但这个我想在这里 可能不好理解 暂时不提 以后如果有机会 到了第二次讲一名 那个时候再详细地 第二次讲《量力宝藏论》的时候 可能你们提醒我 然后我再稍微详细地分析 但那个时候 不知道会不会变成更糊涂了 什么都想不起了 这是刚才讲 什么时候灭违品 这个很关键的 始终已经讲完了 因为刚才世间方面 有两个争论 一个是外境香味的争论 还有形式香味 也就是说 外境不并存香味的辩论和 然后形式不并存香味的辩论 有两个辩论 首先第一个 外境香味的辩论 分两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观察 无本未成的辩论 首先 对方是这样说的 你们不是刚才说 在三刹那以后 未品的这种有时法会消失的 这样说的 但是现在通过我们的观察 好像你们第一刹那 二刹那 三刹那的时候 所谓的消失可能是不成立的 对方是这样说的 为什么不成立呢 如果你们所谓的三刹那 这三刹那当中的第一刹那 它有没有分的 如果说第一刹那间没有分的话 那么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 如果第一刹那间没有分 二刹那 三刹那 还有粗多的这些法 没办法诸生 没办法建立 永远也是你们所谓的相续 不是刚才那个 第一刹那间如果没有分的话 它是一种常有 不可分割的东西 这样以后 三刹那 四刹那最后变成相续的概念 无法成立的 如果你说第一刹那可以分 第一刹那可以分的话 那么第一刹那也是分成三分 然后其中的第一分 也可以分成三分 这样一来 变成无穷了 因此你们说 三刹那间以后 就是对微尘或者 水的微尘灭掉 这个三刹那根本不成立 为什么三刹那不成立呢 首先第一刹那不成立 第一刹那怎么不成立呢 有分也不成立 无分也不成立 对方给我们提出 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下面萨迦班智达回答说 你不要着急 不会有过失 如果有过失 我不会建立这样的宗派 你好好的 情绪要稳定一点 不要特别着急 有话慢慢说 不要生气 尤其是你出家人 更不能生气 你们不是穿着红色的袈裟 穿着红色的袈裟的人 都不能生嗔恨心 佛陀告诉我们 下面怎么说的呢 萨迦班智达回答 刹那原本五部分 相许也为刹那生 未成刹那不同骨 与三刹那灭为品 三刹那以后灭为品的 这种说法应该是成立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作为刹那 世界上是灌待世间的 灌待世间的话 那么就是按照我们名言当中 名言当中来讲 所谓的世间 应该说是有一个最小的 最小的一个单位 最小的一个单位 必须在名言当中要安立的 如果这个没有安立的话 那我们世间当中所有的这些 世间的概念全部会捣乱的 全部无法安立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年有三百六十天 那么三百六十天当中 一天有多少个小时啊 在这样一来所谓的一天 应该最少的一个世间单位当中 可以安立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人民币 十分应该一块 十分应该一块 所以我们从世间也好 或者无知的单位当中 如果最细微的一分钱 没有的话 所谓的寺院或者意愿 也无法安立的 然后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 所谓的一年 也应该是有多少个小时 那么多少个小时 也是多少个分 多少个分 也是有多少个庙组成的 那么最细微的庙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没办法 世间的整个概念无法推断 所以我们讲前两品的时候 所谓现在的刹那 存不存在的问题上也分析过 当然是依靠生意的 像金刚蟹银 还有幽舞生意 依靠总观的这些力来 进行推理的话 那么不要说现在的一刹那 任何事物也是不存在的 这一点当然我们凡是佛教 都是没有一个不承认的 但是你不用深一滴 深深的观察 应该从世间的明言 来观察的时候 我们应该不用深一滴 用明言的时候 应该说是最小的一个世间单位 而最小的世间单位 如果没有的话 这是不合理的 因此它这里也是 最小的世间单位来安理的时候 火和水第一刹那间 应该是接住的 然后第二刹那间应该无理 第三刹那灭违品 应该是这样来安理的 当然这个我是这样认为的 从我们的颜色 从我们的形式来看 不一定看得出来 真正香味的食物它灭除的 我们这是大的一些 比如说有无数个微生组成的一碗水 然后一碗水旁边放在岗路上 或者特别大的火和一滴水旁边放着 那个时候在短暂的 世间当中昏灭的 但是这是完全是 我们粗大的一个分别念来安理的 这个当中 肯定不是微生的过程了 那个时候不是 微生和世间的无分刹那 所以它这里说是 最细微的刹那不可分割的 所以相续也是 依靠刹那而产生的 如果第一个所谓的刹那 再分 再分 最后都变成无穷 那么什么时候有所谓的相续 多少个刹那组成的 那这个根本没办法算的 所以我们一分钟 或者一秒钟的时间 那就无法认定了 一秒钟有多少 我们应该说是 时间从它自己的本体 最短的一个刹那 应该是存在的 这个是它的一个形成的过程 叫做最细微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昨前的有些道友 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我们当时说 柱子到底产生还是毁灭 他说是产生 我说是产生的柱子是灭还是不灭 当时那位道友没有回答 现在好像是变成小细细的 但是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柱子现在正在产生 应该说是正在毁灭 那么正在毁灭的话 生和毁灭是不是同时呢 可能你们也记得 去年我们学《世经论师》的 举世论的时候 在知识当中也应该有这个道理 比如说所谓的生 以前前所没有的 现在存在叫做生 所谓的灭 现在存在的以后没有 叫做灭 那么所谓的主 生主灭当中的主 也不是未来的灭 也不是过去的不存在 就是现在的这一刹那 那这样以后 一个刹那阵当中即使生 即使灭 即使主 可以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它就是有为法 有为法的话 生主灭的法相应该在这个上面存在 如果只有生没有灭 也不行 只有灭 没有生也不行的 因此我们有些事物的 本体很详细地 以英明的灭言量来 进行观察的时候 实际上它有它的一种特点 当然世间人的所谓的生 比如说妙雅 从种子当中出来 叫做生 然后它整个成长的过程 叫做主 最后它摧毁完了以后 叫做灭 这是非常粗大的一种概念 在英明当中这样的老百姓的智慧 肯定用不上的了 就是因为这个 非常粗大的一种概念 我们谁都知道 小孩子已经生了 现在他没有死 住在人间 最后变成老人 已经死了 这样的生老死 非常粗大的一种概念 所以我们在一个柱子上面 所谓的生和灭 猪应该这样来安理 如果我们说 这个柱子现在正在产生 但是没有灭 那么没有灭和猪的一种生 但是这样的法相 在有为法当中能不能安理 谁也没办法安理他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知道 现在在名言当中 最细微的一种世间概念 世间概念应该说是 最短的一种世间刹那 因为我们前面也是讲了 地生吉吉尔米吉 达斯德卡吉千米 三十吨不生骨 现在刹那来五分 因为未来过去 现在的世间 不可能同时产生 因此现在的时间 现在的刹那 应该说是五分的 现在这个刹那 再没有办法分的 这样的一个世间 应该是有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这里 香味的食物 依靠这三个刹那 这样来计算 没有任何香味 所以我们所谓的香味 前面也讲了 香味不是安理在刹那上面 应该安理在相续上面 为什么呢 因为相续当中 它最后不能再继续并存下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安理 如果也是比较严格一点 或者比较细微一点 其实刹那也有产生香味 但是这个我想 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必要分析 意思就是说 它这里刹那 没办法分 因此所谓的相续 依靠刹那而产生 世间的刹那 跟微乘不相同 比如说 三个微乘 同时现在也可以存在 然后依靠没有细微的微乘 粗大的微乘 实际上是不能产生 而世间 与之完全是不相同的 现在的世间是无分的 在这样不可分割 最细微的三个世间当中 不断地产生 也是并不跟微乘一样 非要依靠同时存在的微乘 集聚出来 不需要这样的 世间是相续 连续性的东西 因此你们前面所说的 这种过失没有 因此第三个刹那的时候 所谓的微乘一定会灭的 一定会不复存在的 因此这样依靠三刹那之后 它的缩短微乘 再也不会产生的道理 应该是合理的 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 出版 来进场 Ges儿 出去 世间 对 亯 relativity Allah 我们 自分所謂所謂所謂 我愛你